喝点水吧 不用 我现在好多了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还好 老天有眼 还能再见到你 锦绣 我一直以为 你还在为三公子的事怨我 如果我早点知道 你对三公子的倾诉 我宁可死在莲夫人手里 也绝不清洗封愿 一切都已经不重要了 我们的命运已经定了 我现在是侯爷的人 你是三公子的人 我很好 真的 你们两个人 爷 山顶石洞就是他们的藏身之所 来啊 活住原非烟者 本帅重重有赏 活住原非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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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帅 我听说那个原非烟 是西都第一美人 你要活捉他 怎么也都不告诉我一声啊 段世子 您身边不缺女人吧 怎么 玩腻了 女人怎么会嫌多 反正这个女人 本世子要定了 报 二小姐 宋舍人 山下的南国兵 马上就要送上来了 我还说要活住二小姐 怎么会这样 这 传令下去 杜瓣石头作为防守 一旦南国兵攻上来 尽全力保护 是 府兵们还能动的 跟我出去 都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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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吧 不会有事的 如今 南国兵马上就要攻上山了 眼下 唯有选人冒作二小姐冲下山去 引开那南国兵 然后 然后我们就可以乘机突围 护送二小姐到安全的地方 如今景姑娘的武功最高 身量要与二小姐相似 只要景姑娘愿意 冒作二小姐冲下山去 柳总寡果然好计谋 锦绣虽武功高强 但她天生子童 别人一下就能认出来 不是二小姐 穆姑娘 所言极是 既然妹妹不合适 那就请姐姐代劳吧 你若敢碰穆姑娘一根头发 先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再说 维虎哥 维虎哥 维虎 谢谢啊 维虎哥 维虎 维虎 李延生 大吉当前 你竟然杀自己人 柳总管 你难道是想造反吗 为了二小姐的安危 我等必须立刻突围 不能有半点拖延